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11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天表示 美国认为俄罗斯最早可能会在下周 北京冬奥会结束前就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或是试图在乌克兰境内引发冲突 沙利文今天在白宫告诉记者 冲突可能在奥运会期间开始 尽管很多人猜测它会等到冬奥结束后 沙利文说我们可以说的是 俄罗斯很有可能在奥运会结束前采取军事行动 但是白宫认为普京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沙利文说俄罗斯的袭击可能会从空中轰炸和导弹袭击开始 这将导致广泛的平民伤亡 他鼓励在乌克兰的美国人尽快离开 他说如果发生冲突 美军不会进入乌克兰撤离美国人 沙利文还补充说 我们无法预测军事行动的确切形式或范围 但是很有可能会涉及夺取乌克兰大量领土 以及夺取包括首都在内的主要城市 昨天数以万计的俄罗斯军队开始与距离乌克兰边境仅数英里的白俄罗斯军队进行演习 匿名知情官员表示 俄罗斯的行动可能包括在顿巴斯地区挑衅或是袭击乌克兰首都腐击 知情官员表示 任何行动最早可能在下周二就开始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军事集结 引发紧张局势已经持续了数月之久 俄罗斯的任何行动都将代表一场戏剧性的升级 美国和其他国家估计 俄罗斯现在在该地区拥有13万名士兵 乌克兰境内的任何行动都有可能引发二战以来 欧洲领土上最大的冲突 沙利文警告说 如果北约联盟采取军事行动 俄罗斯将与北约对抗 而莫斯科的代价将会是长期的 如果俄罗斯继续前进 其长期实力和影响力将会被削弱 而不是因入侵而增强 这场较量中最大的未知数仍然是普京本人的意图 知情人士称 美国不知道普京是否决定实施此类计划 此外 美国没有与外界分享对俄罗斯最新评估的证据 沙利文说 我们正在努力的阻止战争 避免战争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我们所能 分享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沙利文还透露 拜登可能会与普京通话 但是没有说明通话时间 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今天已经将这一评估结果 与他的盟友分享 一些国家得到消息后 从乌克兰首都已经撤出了大量的大使馆工作人员 并且建议公民离开乌克兰 此前美国在11月曾经告诉盟友 俄罗斯计划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建立部队的人数和军事能力 最终证明他的情报是准确的 美国官员重申 虽然情报表明俄罗斯可能下周就进攻乌克兰 但是他们相信普京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 另外每天不断刷新的新冠感染人数 令香港拉响警报 香港今天报告的新增感染1325例 再创历史新高 港府今天发表声明 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卫生局局长陈兆史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将于明天周六在深圳会见中国官员 请求大陆增援 香港对新冠的清零追求 已经使医院和检疫设施几乎达到极限 卫生官员表示 香港的医疗系统已经超负荷 病床已经达到90%的入住率 隔离设施也已经接近最大使用率 今天香港一名4岁的男孩 在凌晨3点于元朗的家中呕吐 并且昏倒后死亡 他的新冠初步检测呈阳性 香港今天还报告了两起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 一名88岁的妇女和一名86岁的男子 使香港的总死亡人数达到218人 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 中央政府高度关注香港的安全 健康以及经济和民生 只要香港提出要求 祖国就一定会回应 消息显示透露 中国政府将会帮助提高香港的检测能力 并且帮助香港建立另一个检疫设施 内地还准备向香港派遣数千名医务人员 和实验室工作人员 以及数百万个检测试几何 将香港的每日筛查能力 从10万次增加到30万次 过去一周中国政策顾问和官方媒体都公开批评 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首的香港政府 未能坚持北京的防疫政策 中国港澳研究会智囊团主任田飞龙 对金融时报说 香港政府的决策出现了错误 香港的高级官员受到西方 与病毒共存的影响太大 香港立法会议员上个月表示 香港政府在尊重个人自由和选择的西方规范 还是采取更强制性的大陆模式之间左右为难 香港政府一名高级顾问表示 香港很难做到类似于 向西安等中国大城市实施的大规模封锁 因为香港的人力资源不足 他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警察 在反对派候选人被禁止参加最近的选举后 几乎所有的香港立法者都是亲北京派 他们敦促林郑月娥 接受中国政府在香港扩建医疗设施的援助 香港已经与中国大陆和外界隔绝了近两年 几乎完全停止了入境和出境旅行 本周汇域评级将其对香港2022年GDP增长的预测 从3.0%下调至了1.5%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在虎年开始发威 中概股有望实现五个月来最大的连续州涨幅 由百度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组成的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 自上周五以来上涨了5% 该指数目前正处于自9月初以来的最大涨势之中 期间最高涨幅超过了12% 在中国国家支持的基金出手救市后 购买中国股票之后 使得市场情绪得到了鼓舞 投资者希望这种反弹是中概股更大规模反弹的前兆 因为一些重量级公司将会在未来几周内公布最新财报 不过对分析师来说 涨势能否持久的一个主要关键 还是在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 在未来几个月是否会继续升级 本周早些时候 美国商务部将33个中国实体列入了美国未经核实黑名单 名单上的公司将会更难获得美国的商品 外国分析师表示 中国仍然有政策宽松的迹象 而且有一些证据表明 监管正在变得不那么严厉 有一小批小型的中国公司正准备前往美国上市 但是中国的新冠零容忍政策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可能决定近期展示的一个重点因素是 即将到来的中国大公司的财报季 阿里巴巴 京东 拼多多和网易等科技巨头 都将在未来的几周内发布季度业绩报告 科技巨头们如果能有强有力的表现 可能有助于缓解人们对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 但是另一个受到监管打击的行业 今天开始更加雪上加霜 中国政府通知课外辅导公司 禁止在这个假期提供高中课程的辅导 而之前只是禁止了从幼儿园到初中的辅导 也就是说扩大了打击范围 知情人士说 北京监管机构近日告诉教育机构 他们不得在假期期间为学校课程提供辅导 这个假期将会持续到2月下旬 知情人士说 禁令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教育机构必须等待批准才能够恢复此类课程 这是首次高中补习被纳入习近平打击私营教育的行动 去年7月中国国务院公布了一项全面改革 禁止补习公司盈利筹集资金或是上市 当时的法规对高中没有明确的限制 过去一年中国庞大的教育行业经历了一场监管风暴 好未来教育和新东方教育等知名教育公司 已经改变他们的盈利模式 包括扩大非学术的课程 在此过程中数千名教师和员工被裁员 据北京商报报道 截至今天上午 阿里巴巴投资的作业帮在线辅导平台上的高中课程 已经消失 作业帮通知用户 寒假期间所有的学校科目的直播课程都被取消 公司将会安排退款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